疲倦、掉髮、头晕、头痛 觉得寒冷 或者是一些心悸容易喘 原来是它缺铁了 很多人觉得缺铁要补血就是要吃牛肉 其实牛肉补是铁值最高的选项 贫血就一定要补铁嘛 其实贫血的种类有很多 大致可以分成缺铁性贫血 恶性贫血 甚至很常见的净中海贫血 或者是说直接就是来个失血性的贫血 或者是一些柔血性贫血等等 那到底哪一些贫血症状比较需要补铁呢 当然就是缺铁性贫血咯 那其他呢 像是比方说 如果是一些失血型的贫血 就是流血过多 造成每一大失血的状况 当然就是需要 仔细地做一个输血的动作 那如果是地中海贫的贫血 可能是因为一般性的问题 导致于这个红血球它的代谢 可能比别人 比一般症状 可能还要说明比较短比较快 所以就造成一些贫血上面的一些 症状 所以总括而言呢 比较需要补铁的 我们还是会归类为 大概是缺铁性的贫血 或者是呢 有些女生在月经来完之后 可能有一些血液流失的情形 所以也有可能造成贫血的状况 至于一天的铁子到底要吃到多少呢 以成年的男性女性来说 男生大概一天10毫克 女生大约一天15毫克左右 那尽量就是 我们透过天然的食物想去触发 不要就是一直不断地透过补充品 可能会有担心 你不小心 你量没有控制好 会不会有过量的问题 也是要讨论一个问题 毕竟铁子在人体里面 是很容易堆积的 那建议呢 你可以从那样的食物做出发 因为毕竟铁缺乏 跟铁过多产生的重度现象 其实有一些症状是比较相雷同的 那哪些人要比较注意 可能有瓶血缺铁需要补血的问题呢 建议是女生月经来的时候量比较多的人 或者是你月经来完 会觉得比较容易疲惫的人就要去瓶 再来是常常去抽铁的人 就是有捐血或抽铁的人 有些人可能三不五时就要去捐血 那这个捐血其实也是一种血液的流失嘛 那你要去评论看看自己的生意 会不会有一些缺铁的症状 那再来就是一些肠胃道 比较吸收不好的人也要注意 比如在铁质本身就比较不好吸收的状况下 如果肠胃道都不爱了他的吸收 也可能会缺乏油 再来是缺铁可能会有哪些症状呢 曾经呢就有一个患者到 营养门诊上面来 就发现说他说营养师 我最近可能是咖啡喝太多了 他觉得有一点容易心悸手抖 然后他觉得脸走路啊 或者讲话声都比较容易喘 那再来是他发现为什么在洗头冷的时候 他的那个那个排水桶上面 接了非常多的头发 就是他掉头发是一把又一把这样子的掉 后来血液报告出来之后才发现 哦原来是他缺铁了 所以铁质的缺乏呢 就可能导致我们当初的这些症状哦 包含像是疲倦啊掉滑 头晕头痛 觉得寒冷 或者是一些心悸容易喘容易疲惫容易累 包含像是舌头容易痛 都可能是缺铁的症状哦 那很多人就会开始问 到底要怎么样来补铁呢 植物性的铁比较好 还是动物的铁质比较好吸收 老实说 在身体里面的吸收的用意 例来说动物性的铁质是比较好吸收的 那再来植物性的铁质 虽然比较不好吸收 我们也可以透过在额外补维他命C的方式 来促进铁质的吸收 那铁质的含量呢 大家可以发现 像是一些猪血啊鸭血啊猪肝啊 其他的铁质 都比牛肉来的功夫哦 所以很多人觉得缺铁 缺要补铁就是要吃牛肉 其实牛肉铺是铁质最高的选项啊 那再来呢 像是一些海鲜啊 蛤蜊 牡蜊等等 他们的铁质含量 也都算是丰富的哦 那就建议大家在吃完 铁质丰富的食物之后 你就可以补充一些维他命C 来帮助吸收 那如果是素食者的朋友 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些 铁质含量高的蔬菜 搭配维他命C含量高的水果 一样可以帮忙铁质的吸收 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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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质